先赴未还请护施贤 在普里牛尔度假村举拜 一百零年度庆祝护施级优良及资深护理能源表演活动 县长林明珍前往嘉敏 白衣天使平靡的心脑 并颁奖表扬二十位优良及资深护理能源 县长林明珍相当肯定继承护理师的心脑 尤其护理人员的专业训练 在处理病患医疗、公共卫生、预防保健等工作 感谢大家牺牲奉献并祝福大家护士节快乐 明天就是护士节 那么蓝丁狗是大家最真敬的 尤其当我们躺在病床中 我们就会想到蓝丁狗 我们这些辛苦的护士 对所有病患的一个照顾 悉心的、温暖的口疑 给这些病患者能够找入康护 所以今天我们卫生局在埔里 这个牛耳石调公园来表扬我们资深的 这些护理人员总共有25位 那么南投县护士大概有2364位 因为今天都没有办法全部来参与 我在这个家节、护士节 对我们南投县2364位的护士们 对你们平时照顾病患的辛苦 在这边表示感谢 林县让依据颁奖表扬 包括来自卫生局 以及13厢认识卫生所25位护士人员 其中资深护士人员表示 希望他们的用心及付出 社会上能够看得见 也多多尊重他们的专业 我很热爱这个护士的工作 虽然刚开始有一路上有一些挫折感 可是一路走来 我都觉得这个医护的工作 是一个积功德的工作 也是为我们原乡做一个服务的工作 所以我会热爱我这个工作 一直到我退休 那自从毕业之后就一直从事护士工作 一路都没有间断 那在这一路上真的是要有服务的热忱 跟不断努力学习的精神才能够一路走来 那我很感谢我的父母 还有上级长官给我这样子一个学习的机会 谢谢大家 当然从事这个护士工作的话非常的辛苦 那普里的公共卫生方面 那说实在很多的业务都也需要说社区民众 还有学校啦 还有卫生署的公众同仁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能够把我们这个公共卫生的一些活动啊 一些的业务能够做得更好 而来自水里香卫生所的彭真化 以及林亚兰 则是荣获优良护理人员殊荣 在上台时被同事打扮成鲨鱼 以及龙虾 成为全场注目焦点 让他们觉得既惊喜又开心 很谢谢他们的用心啊 我知道这个应该是从远地去租借而来的 而且他们必须要趁着我们不在才可以做这些东西 谢谢他们的用心 我们一定会记得的谢谢 惊吓感但是还蛮好玩的啦 为什么 就很开心啊 很开心 有没有想到被接受表扬还要装成这样 没有啊 没有啊 下次加备奉吧 公共卫生护理人员在地方上默默耕耘 常常牺牲和家人相处时间为民众服务 并积极推动预防医学及社区保健等工作 每一位都是我们县民的守护天使 照料着我们的健康